现在我们要上电化节的第二部分 叫做电解 后面会跟它有关叫电度 电解就是通电去分解 通电 电流会产生很多的效果 我们前面 有交过热效应 我们后面要交磁效应 电会升磁 后面要交 然后我们交过这个 电流会升热 产生热效应 现在要交通电会产生化学变化 电流的化学效应 所以一个叫通电产生化学变化 前面叫电池叫做化学变化产生电 所以跟你讲说一个是化学能变成电 一个是电能变成化学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通电之后产生化学变化 OK 好 这个是这位大哥首先把氢气燃烧产生水 他就认为水是由氢跟氧做成 辅打发明电池之后 有人立刻拿电池去做实验 去做了一个把水分解成氢跟氧 那由氢就在确定氢燃烧会变成水水电解完变成氢跟氧 确定水又怎么做的 氢跟氧做的 跟人类第一个用电流引起化学变化的实验 也就是第一个电解实验电解水 也是我们要教的内容 然后电解就是利用电能引起分解的化学反应 叫做所谓的电解 通电之后去分解 那通电是怎么样引起化学变化呢 我们国二学过电解质 我们说过电解质在导电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变化 我们当时其实就已经带过讲过 他怎么来的 这样子来的 来第一个我们告诉你说 正就是正电流出 负质就是负电流出 所以正就是很多的正 负质会有很多的负会流过去 所以正就有很多的正电 负质就有很多的负电 然后同性电会相似 异性电会相吸 那我有很多的负电 我把谁吸过来 会把正吸过来 我的正是少电子的 你这有多电子 我就会离子得到电子 反应过来 我就产生了化学变化 那我这里有很多的正 我把负电吸过去 负是有多电子的 我的正是少电子 我们把电子丢给他 我的B负就变成B加上B负 这样产生了化学变化 这就得失了电子 这里就得失了电子 就回到我们讲不讲话 氧化跟还原 谁氧化谁还原 OK 那你说 那你就看到这里就有化学变化发生 所以这里之所以会有化学变化 关于是什么意思 他在这边得失电子的关系 OK吗 这样产生了 所以就是我们水融力 或者说电解质在导电的时候 正部离子会移向我的脊板 正脊板或者负脊板 然后在那边会得失电子 然后产生了化学变化 也就是我们前面教过的 我们博山讲的 广义的氧化还原反应 然后氧化还原反应 这边所以就产生了化学变化 那我们只能用被 有一些我还有办法 用国中的程度会知道 谁会得谁会失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 我无法判断 那就纯正有死被 因为那个氧义里面的离子不止一种 有好多种 那有ABC 那谁会得谁会失 我们就只能够用靠被 什么靠被 高中的时候会有一个 所谓的氧化还原定位 你就有个理由 一个理论说 这个会得 那个会失会怎么样 可是我们国中都没有 有一些我们还有办法 有一些我们曾经学过 他办法能够知道 但是呢 大部分情况下 我只能够靠死被 把它背下来 说 谁要得电子 谁要吃电子 谁要得谁要吃 只能够靠 纯粹靠记忆心的 把它记下来 OK 最后再说一次 我讲过我交电子 我交电解 要交电度 你有四电子要背 哪四电子 第一 谁当正习 谁当负习 谁接正习 谁接负习 谁在正习生死在负习生 第二件 正习办满意 负习办满意 如果我有交的话 你就要背 第三 学样增下来点少 颜色变深还变浅 浓度变大还变小 第四 其他注意事项 其他注意事项 就是我前面提示过你要背的事情 你就是一样 这边我现在叫电解 你要记住这四件事 可以吗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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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